我沒有參加課程的研討會 因為這種事情我不會 我就是不會 我常常在大家午餐走過去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小窗子 家長是不可以進去的 所以家長們常常很關心 在小窗子看他的小朋友怎麼運動 那我很關心的在那邊看 看小朋友運動的時候 看老師們在講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你幾乎看不到任何小朋友 被教導 這裡面有很多的討論題 我最感動的是有很多的 今天很多不合群的小朋友 因為家裡就是一個小孩 一個小孩 然後我們在小公寓裡面 小朋友最常常聽到 媽媽兩個說 不要讓你動 不要讓你打我 你把我東西都弄不亂 然後我們上學的時候 老師說做好 從老師說做好那一天開始 我們身體就動起來 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如果能夠把身體打這麼快 我們就知道是比較有大 小朋友一天大午做這個事 可是忽然間它被切掉了 你身體可以動那麼大 你身體就可以動那麼大 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完全喪失了這個動力 幫了雲門要做的事 如果保持這個女人 剛他們說我剪的這個片子 是因為有些東西我覺得 可以更有趣一點更好一點 因為我很感動 那個將來已經決定 將來當校長的那個女孩子 在她媽媽的小杖末裡面 這樣的動 她在幹嘛 跳舞不是表演 她告訴你跳舞不是表演 她還開始一直發展下來 鍥而不捨的公會文是百折不老 然後教材一再地翻新 一再地盯老師們的訓練 種種種種 以至於今天到了20年 我們還在看到小朋友 還有大人 還有大人 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嚇了一跳 雖然不太驚訝 像雲門有20個教室 然後有20個教室 每個禮拜有一萬多個小朋友 才是只上一次 不能這麼做 那這個事情 是個驚人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教了一個小朋友 不是叫他跳舞 上台表演 上台表演 是透過這個小朋友 他帶動了一萬多個家庭 我常常碰到 我會碰到人 結果那個小朋友 媽媽就說 那個小朋友回家 跟他笑的 把他磨掉掉 阿朋友 這一個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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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磨掉掉 到這裏教室學 是在教室教的 因為這個教室剛開 這個課 所有的課的一開始 都是靜坐 我們希望靜坐 因為小朋友 對我們來講 那個Bus就是Bus 對小朋友來講 這個Bus是很大的怪物 然後他們 一路過來的時候 如果不是自己開車的話 或者自己開車一樣 他聽到媽媽在講的話 就是 是一二的拍子 媽媽說快點快點快點 然後 然後在捷運上 所以他跟家一起 他心灌軟超超了 老實說 小朋友沒有表達出來 所以先靜坐 等他打開眼睛的時候 他就在心的一個情境裡 那麼小朋友跳得很興奮的時候 要離開教室的時候 就跟老師的擁抱 那永遠就抱 抱完 抱完 除了說教他 怎麼跟他擁抱之外 是 讓小朋友把這個 他可以回到 飛跳舞的那個環境裡面 不過這件事情 都是很好的安排 這件事情都是非常好的安排 所以 我們母親媽媽說 現在要來笑 就說 起來我們對著笑 我也跟他媽媽冒來冒去 就這個東西 是在影響著 一些我們對身體的 一些習慣 一些習慣 舞蹈教師的課 不僅是在台灣 同時也在香港 香港的 在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就是 一個很大的慈善機構 他有很多的 幼稚園給公屋的小孩 就比較基層的小孩 上課的地方 那麼請圓門的老師 過去做很多事情 現在有多少個學生 每個禮拜有1500 每個禮拜有1500個 小朋友 香港的 就是比較基層的 沒有機會不太多的小朋友 他的將來 他的公屋雖然不大 但是他可以壯大 然後他們一直希望 一直走 一直走 所以單單這個教材 事實上是很多海外的 不只是香港 不只是大陸 很多美國的 歐洲的 都來觀摩 來取經 有人拿這個 當博士論文來寫 這是一件 是一件辛苦的事 就是說我們常常都要做一件事 然後就要做下去 做下去 做下去 他有行李還要依賴 他就依賴 可是這裡面就是有一個 恩惠文精神 他是不斷不斷的 讓他更好 然後 老實講 越做越濃 他就把它越做越難 從來沒有把它簡單化